好来看一下这题目 他说一位学生记录到我的同志们 这个跟多余成家无关 绑着头戴含泪向父母道歉 加入绝食行列的镜头 在电视上看起来酷是前一年记录片 甚至野百合学运这个图腾 也是广场学生们讨论要以什么形式来代替天安门 那座自由女神效似到令人不安的民族女神相时 而产生了一个我们觉得更为可亲的识别标志 所以他在讲看到野百合就讲到野百合学运 这样可以接受吧野百合学运 好那来看一下选项 请问这个时候学生要求的诉求是什么东西 要求的是什么 其实就是野百合学运是在民国80年时候出来 那时候的总统是谁 是李登辉先生 他已经解言了 所以接下来就是剩下什么样 终止动员开乱实习临时条款 所以呢就是要选哪一个 废除临时条款 所以这个对 解除戒言 那个是在蒋经国时代 落实地方自治 实施政党政治 落实地方自治 其实民国39年就已经实施地方自治了 若实施政党政治 也就是不再是一党 而是可能是多党 那这个是在解言以后也做到了 所以这不对 退回服帽就不用喝了 不用再继续撒下去了 那个不是野百合 他叫太阳花 这样可以接受吧 所以这一题答案要选哪一个选A 这样可以接受吗 我看就会接受 大家都这样 那么看 Infinite